气垫共生发电将成美国废水回收厂新动能 一座以生物沼气驱动的气垫共生发电厂 即将为洛杉矶的废水回收设施供电 生物沼气是细菌和骨菌 吸收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后 产生甲烷和二氧化碳等代谢废物 进而形成的气体 生物沼气可以被储存起来作为能源使用 剩余的废料经过处理还能当成肥料 气垫共生发电厂能同时产生蒸汽热和电力 比其他种类的发电厂和锅炉更有效率 这种发电厂的能源效率可以达到90% 而传统发电厂往往只能达到33% 因为多数的热能都被浪费掉了 这座25百万瓦的发电厂 预计一年能产生超过173百万度的电力 以及每小时多达7万磅的蒸汽 而这就是洛杉矶 Hyperion 废水回收场运作所需的能源 将生物沼气作为能源使用 预计也能防止大约10万吨的二氧化碳溢出 那大约等于21000辆车的排放量 Hyperion 废水回收场 是洛杉矶最老和最大的废水回收场 从1894年就开始运作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